小罗今天啊就说不分享这个SSR了 因为SSR已经在上一个视频里面分享了啊 今天也是分享的第二个视频了啊 这个视频的话是一个啊 分享一些那个啊短信接码平台啊 因为这个短信接码平台为什么要有这个平台的存在呢 因为有了这个短信接码的话 你就不用去买那些手机卡呀 你就可以接收一些注册啊 刷一些啊平台的一些时长啊 或者啊邀请的钱啊等等 你都可以去刷 呃我们废话不多说 如果说你能点击这个视频的话 你肯定知道这个短信啊 验证平台有什么用 所以说我废话也不多说了 对吧直接带大家看一下 首先看到的是在线接收短线信息啊 这边有啊美国号码加拿大号码英国号码中国号码啊 这边有很多啊 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啊 美国号码中国的号码 呃反正呃很多自己去使用啊 这个是第一个平台大概也就是这样啊 他这边也说了免责 然后第二个的话是一个人云短信啊 云短信啊 他这边看到啊 这边也是有很多中国的啊 美国的一些号码啊 大家看一下很多 有很多啊 这边啊最新的一条在多少钱啊 都是可以使用的啊 并且他是免费的啊 免费的啊 免费的就是说不需要你去用钱去买他那个去收发短信的啊 费用啊 这边看很多很多很多 呃 然后下一个的话就是这样的啊 隐私短信中国大陆中国港澳台国外美国啊 所有国家啊 邮箱验证这个支持邮箱验证的话 他这边有很多邮箱验证的啊 啊大家也可以刷一些机场平台的等等的一些验证啊 就说你不想用为了保护隐私吗 你可以用他这个去接受啊 很多很多啊 这些都是中国的啊 也包括一些美国的大家点进去啊 你就数据比较多怎么加载啊等等啊 他给大概就会像这样啊 反正也是比较好用的一个啊 因为我也是用过的 我也是用过的 嗯 然后第四个啊 这是第四个啊 第四个短信免费接收啊 加拿大或美国的 他不能接收中国的啊 你自己去选择 你要选美国的话 你要你就选美国点进去 要选加拿大 你就点加拿大进去 来看进去了 他是一个啊 外国的一个网站啊 我这边是使用了翻译的啊 我使用翻译 所以说大家自己看 这边有很多啊 加什么这么这么啊 你能点进这个视频 那你证明这个短信接收啊 对你是有用的啊 所以说我也就分享在这 如果说你觉得是有需要的话 就去用 没有需要的话 也就不不去用啊 当然了 小罗一直是做啊 就说vip分享的啊 就说vpn分享的啊 所以说啊 如果说你想用这个免费的机场 不妨订阅一下小罗啊 对小罗一直在更新 好了 这期这个免费分享的这个短信的这个平台 其他平台我也就说到这了 希望你给小罗点点关注 点点订阅 好了 我们下期视频里面再见